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先后由汉阳兵工厂和江南制造局进行生产制造 前后共生产了50年 事情政府新军和抗日战争年代装备的最主要的枪型 因前期的仿制品采用全长式枪管套筒 早期型号又叫老套筒 它也是第一个打响辛亥革命的枪支 直到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还在使用 可以说堪称中国战争史上的不老传说 据资料统计 共生产108万3480支 其寿命超过了中国生产的其他任何一款步枪 第二种 中正式步枪说起中正式步枪 还有一段故事 当时国民党决定对刀国的1924式毛泽步枪的基础上进行防治 这项任务就交给了河南贡献兵工厂最早生产 仿造后的步枪称之为24式 当时江介石携宋美龄两次前往该工厂进行视察 足可见对该枪的重视 江介石发现这种枪原本是为身材高大的欧洲人量身打造的 而中国人个头要比欧洲人矮一些 携带不方便 所以建议将该枪拖略为缩短 并是档架大刺刀的长度 这样在拼刺的时候也不吃亏 江介石的建议符合了当时的作战需要 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 国民政府将该枪改为中正式 这种步枪在拉动枪击时比较费劲 射击的精度射程都不如日式 且加上刺刀也短于日本三八式 所以在白刃战时中国士兵还是金唐石辉 第三种马斯桓步枪 这是一款没有发挥威力的经典步枪 1924年由捷克制造 枪身较短 可以作为骑兵步枪使用 因其枪身的下侧和枪身侧面各有一组铁环 方便骑兵作战中使用 在中国又称之为马斯桓步枪 有效射程可达到百米 精度高 威力巨大 只要挨上一枪非死极惨 这二战中其他型号的步枪都难以洗击的 因他出现后正值一战结束 各国对枪支采购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所以他没有机会畅销全世界 而让他真正的大显身手 却是在中国的战场上 为了抵抗小日本的侵略 国民党政府曾从捷克采购了 99997支马斯桓步枪 另外张学良之正东北石 也采购过数量不详的这种枪支 后来八路军从伪军手里 缴获了大量这种枪支 尤其以济东八路军装备最多 第四种 三八式步枪这种枪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 这是小日本鬼子使用的枪 因为要防止枪身进入皇上 在枪机上安装个盖子 在我国称之为三八大盖 同样也是仿制德国的毛色步枪 该枪最大的特征就是长度上 枪身加上日本的三十式刺刀后 可达一百六十六点三厘米 而小鬼子的平均身高 也就是一百五十六厘米 所以在拼刺刀的时候 好比诸如刷一把长鹰枪 一寸长一寸枪 白刃战让大战优势 它的有效射程可达四百六十米 精度高 且穿透力强 一枪打过去就是个窟窿 容易造成贯穿上 只要不是致命的地方 养个十多天 又可以上战场了 三八大概步枪 这是一款曾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柜子手 是中华民族饱受侵略者屈辱 奴役的象征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个历史耻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